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的 但是必须得要离远一点 防护膜 一定要量体温才能够可以上公交车 你们放在这个门口了 门口的桌上 哎呀 你好 所有人都有 不住餐 不住众 不住会 只有中国人来这个宏福 很有中国的特色 有餐进去 他们给客人准备餐进去 所以要上电梯的时候 用这个餐进去 然后按这里 然后把那个扔掉 哇 好用心啊 这个路是南京的主干线 所以有很多车 但现在比以前多了 但是现在还是小 大阪市民状况 最后的大阪市民状况 本来是中国南京市在住的日本人 竹内亮と申します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が世界中で猛威を震う中 政府発表によると 南京市は本日3月13日時点で 新規感染者が23日連続感ゼロとなり 元々いた感染者も全て退院しました 南京市が経済活動を大幅に制限し 徹底的な厳しいウイルス封じ込め対策をし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です では850万の人口を持つ南京市が どのような対策をしているのかご覧ください この機械 父親も必須接触 無接触などの店に取り付けられます 販売員の名字、販売員の名字、体温の全ての情報を書き出している こんな感じ この店も随便入れます しかし、この道路で入れます 你看他们的防护服很专业 如果要在这边传实了 应该需要扫码特殊的 这个 对 还需要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住的地方 还有14天 经过湖柜 等等等等 但我没有身份证 我是外国人 那我给你写吧 手机号码 哇 好严格 你的名字也要写 好严格 那一次我叫我 虽然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的 但是必须得要离远一点 阿牧好吃吗 开车 不能就面对面吃嘛 你只能从那个方向坐 所以你看很多椅子就用不了 咱们叫着车 防护膜 这是公司给你装的吗 对 那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措施啊 每天的这个三变 早中晚 这种巴斯的消毒液 这好麻烦 麻烦也没办法 你的家人也会不会担心啊 会 对吧 我们现在在上地铁 防护疫情从我做起 防护疫情从我做起 请微信扫描车窗两侧的乘车二连码进行登记 我的手机号码 差点讯息 车向变号 乘车时间 都要报告给那个中央系 泰国地产站 你看所有人戴口罩 必须得戴口罩 现在不戴口罩的话 所有的地方都进不去 所以呢 欧洲的朋友们 不要歧视亚洲人 这个肯定有用的 虽然不可能全部的那个细菌 都吸收这个不可能我知道 但是肯定有用的 所以至少不要歧视排气 至少戴口罩的话 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原来是这个地方 是南京最繁华的 最人多的地方 但是还是比较少 你看这个疫情地图 现在我们现在在这里 就是这边 曾经发生过感染者的地方 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2.25公里的一个地方 就是曾经发生过感染者 绿色的嘛 所以28天前 听说这个小区有能够确诊病例 啊 难怪 对 这边门 可能进去的门太多了 所以也有风 所以能进去的门口 只有一个 对 只有这里 这里是富子庙 南京最有名的观光地方 这边进不去 这边进不去是吧 对 那从哪里能进去啊 东西排放都可以 哦 它要控制人流量啊 哦 它不能过分的拥挤啊 哇 好厉害 如果要进去这个景区的话 要那个扫码 还是上传身份证啊 还是要上传身份证啊 还是要上传身份证啊 你去鞋子哪里 我住在南京的日本人 住不了 现在 日本 韩国 比达地也住不了 不是不是 我住在南京的 你住在南京的 不是从日本过来的 你 关键现在你没有证据 我们不知道你是否一直住在这边 这是上周拍的 这是我 是不是 这是 是不是我 这叫竹梅亮 上面就是今天就是在各个地方都是采访的比较多 我们商量了半天还是进不去 特别是我 外国人进不去 没办法 很严格 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 大家好 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要戴口罩 中国发生疫情之后 停工了 差不多两个星期 如果要中国公司要复工的话 必须得要准备这些东西 有口罩 然后有体温计 就是无接触式的 然后还需要有一次性的手套 就是说复工检查 会要求每天记录大家同事的体温 哦 都是要给那个接到报告 他来查的时候他需要看这个 如果发烧的话会怎样 企业复工员工的一个情况的异常处理流程 一层一层从有疑似啊 包括是确诊啊 或者是没有症状的 都是有三个流程的 要求员工每天将自己的出行 哪些点 包括有没有什么症状啊 都需要做汇报 公司滴滴的车 我家人比较坚持 让我一定要带饭 因为在外面吃的话不方便 不安全的情形 觉得就会接触很多人呀 外卖配送员啊 做饭的人呀 会有传染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早 依然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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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过非常时期 有很多的行为 有很多行为 有很多行为 如果是好行为 就会迟到晚了 不迟到晚了 如果是不迟到 如果是不迟到 就会迟到晚了 听到晚了 好高兴 清楚吗 就是在电脑上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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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个视频 古楼区的老师轮流做的 这边有一个同事 隔离 隔离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喂 柚子 你是 现在在你的酒店的门口 你看窗户 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你在哪里 看到了 你在哪里 在这 在那 谢谢 那你还有四天加油 好的 我加油 我是就在南京的日本人 然后我是2月29号 从日本回来 是环境整体来说 其实蛮不错的 有窗 然后可以看到外面 可能是因为这边是公暖 所以他们很怕空气干燃 所以现在没办法用这个空调 吃饭是每天三次 这边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送上来 他们帮我们放在这 这个是我的国 是这样子 其他人也是这样 在晚上买的东西 他们帮我们送上来 这个是我的国 员工从日本回来的嘛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物资 吃的东西什么的 都要送给他们 他们现在在政府指定的酒店隔离 你给他讲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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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打个电话 你都马上到电梯里拿 你给他们讲 这个给他直接放到电梯 叫他拿一下 就知道 这没人吗 在电梯里 对 都不跟他们接触 那咋办 就是他们到了门口自己拿 你看都是放的 然后就上去 哦 哇哦 哇哦 不然才没有隔离的意义 哇哦 今回南京市の感染防止対策を見て 私は正直驚きました ここまでやるのかと 私も2月中旬日本出張から帰ってきて 2週間の自宅隔离を要請された時は 正直理解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南京市の経済を犠牲にしてでも 何としても ウイルスに打ち勝つんだという 強い意志を感じました 私たちはもちろん この世界各国において 国の制度が違うので 南京市を真似してほしいと 言いたい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私たちはこの動画を通じて 皆さんが それぞれの国に適した より良い対策を考えるヒントになればと思い この動画を制作しました それではま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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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いかを聞き SATYA